男人不情愿为你花这五种钱,不是真心爱你,而是把你当外人。 对于女人来说,一个男人是不是真心爱你,有没有把你当成自己人,最直接的判断就是他愿不愿意为你花钱。 两个人在一起生活,方方面面都需要钱。 虽然不把物质,把男人愿意为你花多少钱,作为衡量对你爱生钱的标准, 但是一个男人如果不情愿为你花这五种钱,就一定不是真心爱你,而是把你当成了外人。 一,生病的时候不愿意为你花钱。 人的一生总会有各种生病的时候,小到头疼脑热,大到住院开刀,无论是哪种情况,都需要用到钱。 判断一个男人有多爱你,生病去自医院就知道了。 一个男人如果在你生病的时候不仅不陪着你,而且还在看病,用药面前吝啬,宁愿让你耗着,难受着,也不愿意为你花钱, 那他一定不是真心爱你,更没有把你当成自己人。 二,特殊日子,不愿意花钱买礼物送你。 无论是恋爱还是婚姻,总会有归于平淡的时候,这时候就需要很多仪式感。 比如在女人生日的时候,在情人节,妇女节等时候,在两个人结婚纪念日的时候,需要一些特殊的仪式感。 一个男人如果在这些特殊的日子,不仅不会主动,甚至哪怕你提出来了,他也不愿意花钱买礼物送给你,那只能说明在他心里,你一点都不重要。 三,外出消费时,从来不主动买单。 两个人在一起,总会有一起去餐厅吃饭,去电影院看电影,去外面玩的时候,这些都需要花钱。 不同的情侣有不同的相处模式,可能是AA字,或者是能有买单。 一个男人如果在外出消费的时候,从来不会主动买单,每次只想着花你的钱,哪怕一瓶饮料,一个甜筒都不乐意,那这个男人一定不是真心爱你,在他的心里,你一点都不值得他花钱。 四,不情愿送你化妆品。 女人无论在哪个年纪,都有美的权利,一个不注重自己的形象,不会保养自己的女人,是对男人不负责任的女人。 女人自己有能力的时候,可以自己买化妆品,当能力不足时,就需要男人的支持。 一个男人如果从来不会送女人口红,面膜,不一定是LV,香奈儿,哪怕是最普通的,哪怕是女人主动开口了,男人依旧不情愿送,那说明男人根本不是真心爱你。 但凡把你当成自己人,也会偶尔满足你的小愿望。 五,不情愿为你的梦想买单。 无论男人女人,每个人都有做梦的权利。 对于男人来说,对女人最大的疼爱,是尊重并支持女人的梦想。 一个男人,当女人想要一场旅行的时候,只愿陪他去附近的公园,当女人想开上自己事业的时候,却把他绑在乡夫教子里,不愿意为女人的梦想花一分钱,甚至还禁止他靠自己去实现梦想。 这样的男人,一定不是真心爱你的。